从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,美国组建美国孟一队开始,孟之队就成为每一个篮球年世界赛,奥运会美国男篮代表队的大名词,其中,被誉为孟之队史上最强阵容的孟一队和孟八队,熟强熟弱至今是球迷们争认不休的一点,但是可以确认的一点是,尽管是麦塞尔乔丹,也没能成为当年孟一队的队魂,毕竟队中还有魔术师约翰逊和拉里伯德两位老大哥在,而说到孟八队的队魂, 很多人都会认为是巅峰的科比,詹姆斯或者维德,其实不然,当年的孟八队,可谓说是巨星晦翠,这一支被称作是美国男篮的救赎支队,阵容的确是不输孟一队,当年老K教练在队员的选择上,毅然摒弃了帮助凯尔特人夺冠的三巨头,皮尔斯,加内特和雷阿伦,而是多选用年轻球员为主,最终形成了孟八22233阵型,两个中锋,格怀特或华德,波什, 两个大拳锋,安东尼,库泽尔,两个小拳锋,詹姆斯,普林斯,三个得分后位,维德,科比,彼得,三个控球后位,保罗,德龙,威廉姆斯,基德,那一年,正处于颠峰状态的科比,刚刚从等决赛上杀鱼而归,急需一枚奥运会金牌 证明自己,还没到总冠军戒指的詹姆斯,则是用场军三十分的表现当选当赛季的得分王,而作为孟八队第六人的维德,在受伤了半个赛季之后,在奥运会上大杀四方,场军拿下十九分成为孟八队的得分王,然而,维德只能算是球队的得分王,科比尽管多次为孟八队力挽狂澜,也只能成得上是球队的领袖, 孟八队真正意义上的对魂,无疑是当时已经35岁的贾菲基德,一张美国孟八队当时的合照,就能看出基德在队中的地位了,作为队中最年长的球员,基德的入选在当时来说,引起了球迷的很多争议,随后,老K教练更是把克里斯保罗和德龙威廉姆斯放到替补席上,让基德出任首发,要知道,那个赛季,保罗是仅次于科比的MVP候选人,场军21.1分11分, 6个助攻,并入选了最佳一阵,不过,基德的入选并非毫无道理,在当年的孟八队中,入选过国家队的队员只有基德,詹姆斯,维德,安东尼,奥罗,波什和霍华德,你绝对没有看错,克里斯第一次入选美国国家队,其中,除了基德之外,其余几人的国家队经验,都是失败的经验,所以,过难解释老K教练为什么要带上老妖基德,毕竟队中还是要有一名能够支持, 控场的队魂啊,而且那个在季,尽管已经是35岁的高龄,基德依然能够贡献10.8分10点一个助攻和7.5个篮板,数据依然要远,也是因为有老基德的控场,让美国孟八队能够在优势时打出酷畅淋漓的进攻,在劣势时稳住局面,并最终以八占全胜的战绩,重回世界之间,所以说,家有一佬如有一宝,要说美国孟八队的队魂是谁,非基德莫属。